為了下個月的哈密瓜節如何辦理 中央公所邀請農會協商討論 要如何兼顧防疫又能行銷在地優質農產 但是疫情這麼嚴重 所以今天 這裡跟我們公所做討論 到底要怎麼移國辦得更好 結果簡單討論的結果 就是說 要做一個記者會 做一個我們修行的品嘗 對此鄉長沈青山表示 將取消千人健行保留宣傳活動 同時透過臉書直播 分享給網友還有全國農會 達到行銷效果 如果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做健行活動的時候 勢必就是這些 這千多人的活動就停辦 農會這邊也有看法就是辦一個品嘗 記者會的行銷 公所這邊是說 拜託農會跟管復參與委 因為上年在文書的過程裡面 對,剛才有這個宅集變成的 送不出來 那也要拜託有教 近年沒有任何後 還幫我們倒腳趁 幫我們倒這個 這個文書才會過 這樣才有到大廠 今天送明天就會到達了 我也是在大廠 把行銷工作 數位行銷 然後我們全省有 有三百多家人會 我們都是用行銷 我們都互相 加起來人會 用視訊的方式 用直播方式 我們只要是品質好 它是銷入大家 這幾年來應該都沒問題 今年的哈密瓜節雖然規模縮小 但預計6月11號來登場